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丰富的精神饗宴 为努力学习的长辈们加油鼓励 包括我们在社区里面都有工作 有长青学院 乐林学习 我们自己的管政府也有一个长青学院 今年都开了22班 有620学员在这里来上课 过去我们都上歌唱 日文 英文 国画书法相关的课程 我们中部都很厉害 你看这些作品都很有追尊 去年我们开始增加了一个手机的应用班 提供给我们中部可以透过科技 增加互动 学习新的科技能够来做相关的一个运用 那长辈也都很高兴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学习 让长辈都能够活到老 学到老 那总共我们在80岁以上的长辈 有126人在这边学习 90岁以上也有7个人 那也很多人都在这边持续上课超过10年以上 他们的这个毅力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所以在这边也欢迎我们所有的长辈 可以到我们各个乡镇所提供的这些 长青学院 乐林学习等等的地方 充实自己 让自己的日子 能够过得更加的充实有意义 活动首先由歌唱班及国学高级班学员 开场表演揭开序幕 国画班及书法班学员现场作画 让民众现场欣赏长青学员们精湛的创作艺术 更借此激励学员不间断的创作 展现活到老 学到老的精神 欢迎大家前来欣赏长辈们的功力 公益频道 徐维珍 彰化 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